聯賽波極限飛盤,玩法參考 如果8隊進攻時飛盤落地,將會進行攻守轉換,轉至黑隊進攻 這樣的話就成功得分的啦 再次得分啦 這樣是無效得分的 如果你手持飛盤,是不可以進行任何走動的 如果不是,就會當作走步犯規 記住在比賽期間,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身體碰撞 另外,手持飛盤也不可以多過誤了 守則則視為犯規 建議進攻姿勢 運用飛重心腳,尋找空間傳盤 建議接盤姿勢 11月18號7點,賽場見啦 達到現在 做下 升空間傳盤 做下